看一下那个英里转公里这个范例 那首先呢 做出来类似的结果 我们先在模拟器里面看一下 也就类似像这样 我输入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 多少英里 比如说96英里 它给我时速多少公里 OK 让它一个转换 那当然你也可以相反一下 或者你自己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把它改变 变成公里转英里等等的 这个我想自己再去变化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上面需要 放一个TestView TestView是显示嘛 底下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ADTest 当你点击它 你可以输入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输入 看你需要输入哪一种 哪一种 因为这个好像 我现在还是韓文界面 所以不没差 你就输入个1000 然后1000之后转换 它底下会输出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先建立个专案 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新增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呢 我们通通叫做 比如说这个名称好了 CH03 底线 Mile2 KM 或者你可以取一个简单 短一点名称也没关系 好那 底下的话记得就是 一个两个三个 那这边通通 2.33 2.33 然后最后一个是NONE 这样会比较吵气 好那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OK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有建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这个地方 这个专案 那建好之后的话 只要把两个地方完成 第一个是这个 就layout底下这个版型 第一个完成 这个是画面 就是界面的部分 第二个是程式部分 程式在这里 main activity 应该 应该差不多吧 从hello world到现在都一样 好那我们要做哪些事呢 首先打开main activity 从这个graphic layout 你可以 我看一下 里面大概就是 总共第一个这个 摆什么呢 摆一个large的 比如大一点的 拖拉过来 那这边的话 名称叫做tstmile 比如这地方 我就是 这个叫testview 名称叫tstmile 然后颜色的话 把它改一下 比如我这边改绿色的话 testcolor改一下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拖拉一个adtest 特别是adtest 你会想说 老师在这个phonewidge里面 找不到 他当然找不到 在下面这个 叫什么呢 叫testvue 就是如果你要输入的是 文字栏位的话 那就是从testvue 里面去加 那怎么加 点击他 找到是数字的部分 往下找 因为我下面只能输入数字 所以你就找到一个 这一个 有没有 lumber 拖拉过来 然后呢 再按右键 edit是什么 id 那id名称的话 就是 比如说我这边 取名叫edtmile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 那当然这样的程式 不用修改 那再来的话 就是这边 再放一个什么 比如说phonewidge切回来 然后呢 你就是再放一个media 好了 小 稍微小一点点的 拖拉过来 按右键 edtest把里面的字 clear掉 把里面的字 因为我将来 暂时不显示 是当我程式 最后要输出 输出到这里 所以预设只是 把它清掉 然后id的话呢 就是给它什么呢 给它的是 这个叫tstkm 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叫tstkm 这个也是testview 然后再一个button 按钮 我想这应该比较简单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它放宽 这个不用排版了 不像前面还要什么 一个什么layout 有没有 一个横向 一个纵向的 不需要 比较简单一些些 好 那这个部分设计完之后 接下来当然有多国语系 不过多国语系部分 可能就是同学 要自己再去想想看 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两个按钮是可以 这两个是可以做成多国语系的 没错 可是如果显示的部分 也要做多国语系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样 你就怎么样 先把多少时数 冒号多少公里 总共前面一个字串 后面一个字串 一样键什么 键字串 档 也有什么中文 英文 简体 繁体之类的 然后最后用什么 用get 有没有 get screen 再去把它捞过来 放在前面 放在后面 就好了 这个恐怕动作脑筋 因为这个地方 方法跟刚刚讲的一样 只是要把它实作出来 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下礼拜 再来讨论也可以 最后的话就一个转换 这个画面呢 最后的程式码 我也把它放在暈端 所以如果你要先看到 你可以把它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的程式 那程式基本上 不外乎什么 先findview by ID 要不要先宣告物件 那宣告物件呢 将来会用到的部分 有哪几个 这个会用到 所以这个要宣告成物件 这个输出 这个是输入 输出 按钮 所以会有三个 所以宣告三个 一个是ADTest 一个是TestView 一个是按钮 多一个ADTest 前面好像就只有TestView跟Button 现在多一个 所以会有三个 然后再来 在按钮上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事件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跟前面类似 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 一样打开这个MainActivity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我一样 宣告三个东西 那宣告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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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的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不用 就是 我宣告一个ADTest 那名称叫这个 宣告一个TestView 宣告一个Button 有三个嘛 所以第一步 宣告 一样是宣告物件 宣告物件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实作 那实作的部分的话 这边 我一样是 就是 这个应该是连结 这边就是连结 宣告连结 那连结的话就是 主要是把这个 跟画面上面的那个 一样嘛 那FindView by ID 那当然你 这个地方 有时候你可以不打List 或者打都没关系 打个List的好处是 点下去 会出现FindView by ID Enter就可以了 OK 那当然你不打也没关系 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不打这个List 我后面自己打 可以 但是 注意大小写 大小写错误也不行 所以干脆我全部加List 这样会比较统一 然后去FindView by ID 去找到你画面上面那一个 那个元件 OK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个是什么 事件 就是事件处理 我打一个简单一下 事件 OK 然后呢 一样是什么 去产生一个那个 SetOnClickListener 那这边后面的话 我就在这边怎么样呢 New一个 如果用之前的写法 是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Button B-U-T-T-O-N 点什么呢 OnClickListener 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这后面来 然后小刮弧一下 先小刮弧 再大刮弧 再分号 游标放在上面 新增未识做的方法 OK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把后面的动作完成 就OK了 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当我 输入之后 按下转换 它会帮我转换出结果 所以输入输出 处理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样嘛 宣告 连结 事件 其实以后都一样 任何元件反正都是自己招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先取得 那取得怎么取得呢 就是从那个 EDT-Mile 这个元件 这个物件里面 对不对 去GET 所以你要GET 用那个GET Test 这个一样嘛 to string 但是因为它里面输入的 取得是文字 可是它里面也许它会输入 整数的啦 或者是小数点的 所以 比较保险是把它转换成Double 因为它如果是什么 有小数点的 那你转换成Double OK 那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它如果有小数点 那会被吃掉了 OK 那怎么转换成 特别说 怎么样转型 从字串 转换成什么 字串 它是字串 要转换成什么 一个叫Miles 的一个Double Double是有小数点的 那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就怎么样 就是用Double 点PathDouble 这个在Java里面 有啦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 比较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转型的地方 也就是说 把字串 把它转型为 什么呢 转型为一个Double Double就是有小数点的 双精准数的一个 一个资料形态 这个是一个取得 这个输入 我刚刚讲 这个是输入 就是Input I嘛 然后处理 再产生一个 KM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就计算 1.61乘上Mile 就是把上面的 再乘上1.61 这个是处理 然后呢 再来就怎么样 再来就输出 Output 输入处理 Output Output 是什么呢 就是 TSTKM 就是在那个底下的 TestView里面 SetTest 这个前面有讲 Hello World里面有 等于什么呢 时速 加上 KM 就计算出来 结果 再加上什么呢 公里 输出结果 就是我们最后看到 大概就是这三行 其实 并不是很困难 那可能会比较困难 就是说 这个 你将来 也要变成多国语系的话 那就不能直接写固定的哦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变多国语系 当然你第一个 你要把这个 放在自串支援档 产生一个ID 第二个翻译 第三个当程式 要取得这个自串的话 用 GetStream 然后呢 给它那个名称抓过来 放在这里 后面那一串也是一样 所以会有两个是必须什么动态抓过来放的 最后无论哪一个语系都可以OK的话 那就完成这个练习了 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吧 OK 这里的话 恐怕要实作看看 然后就知道OK 要不OK了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程式码也已经在云端上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快一点知道结果的话 你就把程式这一段复制贴过来 我好像贴好像也会有点问题 贴的话记得 我这一次有把import进来 但是上面那个 上面这一行不要取代掉 你贴上之后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记得吧 有时候会多一行 什么什么点R那一行删掉就OK了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因为 下个礼拜 我们有一周没有上课 所以 回去的话 就是 还是 就是 可以在家里练习一下这个部分 那把这一题当成是个练习题好了 那当然如果你进度快一点同学 可以再往后看 后面的画面 相关的程式码 在云端上也有 我可以先做做看 云端摆榜第八章 我太轻甩了 curtain 你踏 One 谢谢大家